露露燈講了這麼多 這些東西都跟我們之前試到了CoraCross一模一樣 真的不一樣的地方是在它的懸吊跟底盤的強化 我們剛剛一路開過來 你會發現跟我們之前在花蓮開到的CoraCross Hybrid旗艦版比起來 整個路感回彈的感受度更清楚了 這車不是敗過啊 為什麼還要再敗 標記還是可以敗啦 拜託 有眼睛的啊 眼睛正常還是像我這種近視戴眼鏡 都看得出來它跟上次的神車很不一樣哦 怎麼說呢 你看光是水槍護罩的造型 看到沒有 水槍護罩的造型跟之前這個 兩個梯形疊起來的樣子就不太一樣 現在上面這個接近六角形的輪廓啊 它的造型更接近RAV4還是海底這種 帶有一點粗廣性格越野SUV的感覺哦 而且用上這個鏡面黑色的裝飾啊 搭配裡面的六角形蜂巢網格雙式 嘿 跑格更重哦 不只這樣 你再往下看 一起往下看啦 下面還有這個銀色的下護板 看起來整台車的休閒氣質 比以前的CoraCross更加的濃厚了 欸 車側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改啊 有什麼不一樣嗎 欸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圈啊 對耶 18吋的雙色鋁圈啊 整個樣式啊 跟造型都跟原本標準的CoraCross不一樣 更有跑格感跟性能感對不對 然後你看到這個 耀黑色的這種後照鏡啊 搭配這個 哇 也是一樣耀黑色的車柱跟雙色的車頂啦 整個讓它的性能感跟跑格感更加分哦 更符合GR Sport這種運動性能化的定義 還有什麼 下面 對對對 這個跟車頭一樣 是不是 跟車頭一樣 類似這種霧銀色的下護板設計啊 讓整台車更多的粗廣跟休閒氣質 更像是高階越野休旅車的樣子哦 欸 車頭車側變這麼多 車尾咧 有不一樣嗎 當然有啊 跟我一起來看 欸 好 好 我給你來看 欸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車尾有哪裡不一樣哦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發現了 不一樣哦 有沒有看到GR的LOGO啊 跟一般的車型不一樣 然後 欸 後保桿對不對 跟前保桿一樣 下面都有這個 霧銀下護板裝飾啊 看起來 哇 真的是有這種 越野休旅的感覺哦 讓這台都會休旅啊 看起來更粗廣 沒錯 沒錯 欸 漂亮哦 你都有發現咧 跟前面是一樣的 等一下 還有一個地方哦 尾燈有沒有看到 它是這種光條式的LED尾燈 高階車型才有的 晚上的辨識度更好 看起來更漂亮哦 哦 對呢 這個是高階車型才會有的尾燈 哦 晚上看起來很漂亮哦 欸 它既然外面改了這麼多啊 裡面咧 裡面有改嗎 當然啦 裡面變動的幅度也是蠻多的哦 一起來看 哇 對 還不錯啊 你說車內有什麼不一樣 哇 那不一樣可多了 我們首先來看中間這個螢幕啊 中間螢幕跟新年式的CoraCross一樣 從1.8的豪華型以上呢 都升級成了9吋的中控台的觸控螢幕 然後啊 你可以看它整個視覺效果上來說啊 科技感更重 氣勢更好 欸 對耶 9吋的螢幕哦 欸 看起來更有氣勢了 啊 裡面的CarPlay Android Auto跟導航呢 你說Android Auto跟Apple CarPlay 還有導航呢 抱歉 這個是選配啊 如果你買的是標配版本啊 它裡面呢 沒有這三個功能 但是呢 它一樣有一鍵救援輔助這些 其實使用上也相當的便利 黑色的這樣搭 真的有比較好看耶 更有質感 那還有什麼 頭枕上面也有壓著GR的LOGO 然後椅背上面也多了一條白色的裝飾 搭配上這個有點跑車化做的這種剪裁 做起來呢 包覆感更好啊 而且視覺上也更有跑車的氣息哦 哦 座椅頭枕有GR的LOGO 還有這個 白色這條裝飾 看起來跑車感更重哦 還有什麼 還有還有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PUSH START的這個引擎啟動鈕上面 也有GR的標示哦 在小細節上面也是凸顯這台車的 整個運動質感跟跑車氛圍 欸 這裡也有藏著GR的LOGO 哇 我覺得蠻多小細節 讓這台車看起來更不一樣哦 你看到這個ACC啊 原本的ACC呢 它是30公里以下就會解除 就會失效 但是在新年式的CoraCross上面 全車系呢 都換上了全速率版本 當然CoraCross的GR SPORT 它也不會落高啦 它一樣是全速率的版本 而且它還有配備LTA的車道循跡輔助 有Level 2了對不對 沒錯 就是有Level 2的這種 半自動駕駛能力了 我們今天試的這個CoraCross GR SPORT 這個Hybrid版本 那它跟我們以前試到的 Cora Altis的GR SPORT版本一樣 基本上呢 它們在動力上面沒有做一個調整 它還是維持原本的1.8的油電 複合動力系統 最大的忠效馬力呢 來到122匹這麼多 那它的汽油引擎呢 大概有14公斤米的扭力輸出 電動馬達呢 扭力輸出來到了 16公斤米這麼多 也就是說你在低速的時候 其實可以享受到的是 16點多公斤米這個扭力的輸出 這算是蠻輕快的啦 因為電動馬達它有個特性就是 你給多少的電量 它就輸出多少的動力出來 基本上它的動力是 零遲制的這個狀況 所以你在低速起步的時候 相當的輕快 欸 露露等講了這麼多 這些東西都跟我們之前試到了 CoraCross一模一樣 真的不一樣的地方呢 是在它的懸吊跟底盤的強化 他們在前後的阻尼係數呢 跟彈簧係數都加強了30% 然後呢 在底盤中間也加上了一個 強化的副車架 讓它整個在下盤的剛性來說呢 有相當程度的一個升級 我們剛剛一路開過來 你會發現 跟我們之前在花蓮開到的 CoraCross Hybrid旗艦版比起來呢 整個路感回彈的這個感受度 更清楚了 更直接了 你很容易就能感受到 像是路面的接縫啊 或者是我們壓過貓眼 這樣回彈的調性都非常的直接 而且啊 他們還把CoraCross GR Sport的 電子動力輔助方法 換成了運動化設定的版本 在轉向的圈速上面呢 它可以讓我們轉向相對來說 指向性更加的直接 你也不需要打這麼多的幅度 就可以到你想要的角度 對於操控的表現來說 也有一定程度的升級 整個開起來 你會覺得這台車 好像不是我們以前熟悉的 那個都會修旅 有一點點接近了小鋼炮的感覺 因為你會發現 整個路感回饋更直接了一點 回彈的感受更明顯了一些 而且操控轉起來 車子也變小了一點點 不過啊 對我來說 我覺得我比較喜歡 改款前的 它的整個懸吊的感受 你會覺得 六路面的狀況 會多了一些過濾 舒適性再更好一些 而且因為他們 這個世代本來的 就強調他們的設計 更接近歐洲感的一點 在那樣的設定上面 我個人認為是 相對討我的胃口一點 是不是啊 今天帶你出來試在 CoraCross的GR Sport 它的外觀跟內裝 都透過GR Sport 專屬的這種運動化套件 給它更多的這種運動個性 跟性能感受 然後啊 底盤也經過了這個 懸吊阻尼跟彈簧的強化 還有剛性的輕聲 操控上開起來更有感 有沒有覺得這台車 更年輕的一點 更適合年輕人用啊 對 我覺得它整個車子啊 不管是整個氣氛的營造 還是開起來 都更年輕了喔 讓一個休旅車 變得更有熱血氛圍 開起來也更有感耶 而且它的安全配備 跟影音配備都升級喔 是不是覺得這台車 更省了咧 對啊 這個CoraCross GR Sport 它不管是外觀的這種營造 或是內裝這種細節點綴 都讓整台車更有個性感喔 而且你看它這個懸吊啊 底盤強化之後 操控感跟路感回饋 都更加的年輕了一些喔 嗯 對 沒錯 它這台車啊 不管是外觀跟內裝的細節營造啊 還有它的底盤強化之後 帶來的操控感 都讓整台車更年輕一點喔 也更加熱血氛圍一些喔 我覺得它可以幫助CoraCross的車系 更擴大它的消費族群 哇 年輕啊 它有個性這一段去做靠的喔 有GR Sport真的不一樣喔 欸 還有時間啊 再多跑一下 再去體會它到底有多神好不好 沒錯 我們繼續來體驗它到底有多神 按олжение следуе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